接著是陰隊,然後不是全部都是妖精的陰隊 剛才按錯了吧,大家原諒一下OK 第一關洗技能 好,你可以這樣子洗 有兩隻同時打你的話,你可能就會死掉了 所以在這個時候就直接帶走他們就可以了 其實龍科也差不多這樣,對啊龍科到後面就會變很多啊 而且你還會自製龍科啊,所以就又變得更多 每個禮拜都有蠢事發生 太尷尬了,我看一下這個關卡也就是 洗個技能 好 OK 直接來打他 有開那個寒羞草應該就 傷害應該就蠻夠的了 死吧 好,第三關 第三關這邊也是直接寒羞草開下去 寒羞草都不寒羞啦 超兇的寒羞草 我覺得因他的轉珠技巧不需要很好耶 你只要版面上的運氣夠好的話 火珠跟新珠很容易消除就好了 好,接著這邊呢,再開這個,加腰後 直接來轉 紅草有龍科教學,對啊 可以,可以的話幫我貼個網址,謝謝 好,所以帶走了,來到下一個關卡 這邊的話,可以的話洗個技能吧 一樣是用我們剛才那招洗技能的方法 慢慢打就好了 欸,其實不用 我剛才沒有用到 因為應該底下幫我轉那個符石 好 其實大家可以去打關鍵字 就是阿虹龍科就可以 跳出那個教學了 對,第五關 好,這邊的話 這個,加這個 加這個 加這個 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 主要這邊不能動太多部數 所以我就盡量把火珠跟新珠消掉就行了 好,第二階段 有沒有火珠超多 好,接著 來給大家展示一個東西 火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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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新珠 哇,這版面真的超美 好,我可以展示一個東西 就是我 我新學的技能 就是,呃 再開一次 二消大法 就這樣 二消大法 可以讓我們版面上面的火珠 盡量的做消除 這是最大效益了啦 帶走了 第六關 好,這邊也是 喔,腰會有差一點 沒關係,這邊先開這個 看阿虹的直播這麼久了 每次第1集都必更新 辛苦了,辛苦了 好,帶走了 來到王關 好 他有骷髏頭耶 先開這個讓他冷靜一下好了 該怎麼轉的完全不懂 阿,真的嗎 寒羞草跳不起來了 好,沒關係,算了 反正我只是為了打 擋傷害而已 簡單的就是 兩格兩格互擺 就是 那期的 開那期的那種 轉法啦 天降也太少了吧 天阿 欸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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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15combo 還行還行 沒有寒羞草真的是 我覺得也是一個意外耶 好煩喔 沒有寒羞草,我覺得人生 就像失去了 一個寒羞草一樣 很傷心 很任何的Bug改了 對啊 好,還是過了 好,這邊呢 就 這樣子 疊個珠齒就行了 欸,太衝了了吧 那個Bug改掉了啦 點一個可以 我知道你們在說什麼Bug 就是 可以點一下然後就可以 直接回血對不對 回復那個技能 但是那個技能現在已經改掉了 阿回來了 欸,可是這也太多了吧 這不能開耶 為什麼 怎麼辦,現在怎麼辦 只能開寒羞草來擋一下了 可惡 這到底怎麼消掉 哇 喔,好尷尬啊,現在 喔,好像可以喔 四個,四個 不要 還是消到了 沒辦法啦 木珠真是有夠多啊 好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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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會開陰 我寒羞小就是 拿來擋傷害的耶 對啊,沒光珠 雙子不能開 哭哭了 好險我 還撐得下去 好,可以有陰開 我們就開陰吧 不然實在太難受了 我們來看看 欸,酷 欸,是不是,好 其實這隊有很多保命的技能啦 除了寒羞草是一個保命的技能之外 還有就是 妖后也是一個 它可以引爆 大量的木珠 對,如果你 木珠很多的話 這邊差不多要解決它了 給它最後一擊吧 只會轉木珠的壞人 好,我要解決掉你了 可惡的壞人 這邊我就馬上來解決掉你了 別哭別哭 好 好啦,嗨 王冠也是用我的隊啊 搞什麼 欸,怎麼不能點 好 想哭但卻哭不出來 這隊其實還可以啦 只是寒羞草一直不聽話而已 沒有啦 CD差異真的是 到進王關的時機不太對 應該要先 應該要再 玩一回合的 這樣就可以 完美的搭配了 也不用那麼辛苦 好啦,就這樣子 臨時通關 鷹也是可以 鷹也是可以過的